您还记得泰国那间恶名昭彰的老虎庙吗 泰国当局三年前从那里救出了近150头的老虎 让他们逃过了被虐杀的命运 但是没有想到这些老虎最终还是难逃死结 大约一半的老虎如今是感染了病毒而死 死因可能和长期的近亲繁殖有关 泰国当局在三年前从北壁省的帕朗塔布寺 也就是老虎庙救出了147头老虎后 将它们送到了两家国营动物培育中心 泰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和植物保育局 昨天召开记者会宣布86头老虎的死讯 所谓的繁殖状况和基因问题 是指这些老虎长期近亲繁殖导致免疫力减弱 最终感染病毒死亡 泰国当局提到当年这些老虎被救出 送往培育中心不久后 便发现它们几乎没有免疫能力 很容易感染犬温热病毒 老虎的死讯曝光后 老虎庙否认老虎是死于近亲繁殖 改庙一名看护人员指出 当年当局突袭该庙时 并没有提到任何老虎受感染的事情 改庙批评当局将责任归咎于他人 2016年老虎庙被爆出 虐虎 杀虎 走私 恋财 诈骗等等 一系列的恶行 执法当局随即突袭这个著名地点 展开救虎行动 而老虎庙从此声名狼藉 只是没想到逃过魔爪的老虎 终究没能逃过北格 NTP7综合报道